搜尋你感興趣的主題 在XMAP的原廠網站在這裡喔 那再點MindMap 對不對 新制地圖 那輸入你的關鍵 譬如要找 跟結婚相關 看看有沒有人做 再點搜尋 跳到這裡來 你看到嗎 再點吧 他有做這個咧 這個咧 這裡可以下載嗎 點這裡 這邊可以選哪一個 download 就下載到你這裡來喔 那在網路上看到的圖 很多人轉能圖片 其實在新圖裡很多功能 這是原始的檔案在這裡 來 我們再把它開起來吧 檔案的哪一個 開啟檔案是不是在這個 在這裡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那各位也可以瞄一下 效果這樣 喔這結婚喔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婚紗公司 但是我覺得如果一個新人來 我可能會給他看這個 這裡面細節還蠻多的喔 這個 譬如說這個 什麼時候做什麼的 時間啊 你不覺得這樣架構很清楚嗎 什麼時候做什麼 這傳統禮書啦 當然你不用遵照它 只不過當你把這東西一個流程出來 所以你看到什麼 第一個 它架構很清楚 一 二 男方 女方 然後呢 迎接入門該怎樣呢 喔 這個 賓客 那該出一些細節 全部歷史得出來 你可以不遵守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個 相關的行業 我大概會把這個弄給他看 九零大師要做什麼提琴呢 或者說啦啦啦啦 一個一個來 所以你會把事情 理得很清楚 它各行各業對 所以我們剛剛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在這網站上面 做搜尋 在網站上面 回到首頁來這一顆 通常房子就是回首頁啦 對不對 我們在MineMate 裡面可以打關鍵字 那我接你其實齁 如果說 你不接的話 英文可以找 這邊是直接看中文 你這邊可以搜尋 你覺得相關主題 就可以做下載 那點到這裡來的時候 來 你可以當一頁頁看 可以看更多囉 這裡都看得懂 這裡面非常非常多 什麼 年度總結的 這是火鍋沾教 這裡面 跟茶相關的 我對這感興趣呢 直接點這裡就下載了 直接點這裡下載 如果點這裡就開起來看了 也許你可以先開開看 覺得合不合適 再做選擇 跟茶相關的是 別人做主意 我也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喔 跟茶相關什麼 綠茶 綠茶應該怎麼做 發酵度為0 對不對 那工作區分呢 草青綠茶 烘青綠茶 蒸青綠茶 那後來是怎麼做怎麼做 那喔 這細節 人家把你這個架構整理 非常好 如果今天開茶行 我可能會考慮 把這個做一個大大圖 放在我的那裡 我的背板 或是我的什麼說明手冊 這樣人家客人到裡面去齁 即使你沒有很懂 你拿出來人家就覺得你很厲害了 這有時候是個專業的呈現 就像這樣 那別人幫人很好 所以其實你的文件 那我們看到這個有架構進入 第二個 它可以把圖片放進去 OK嗎 所以其實這個叫做一個知識架構 知識脈絡 來各位再試一下去搜尋一些資料